超市街上满满的人潮车潮 生肉摊的肉全扫光 电动车后面载着两个 剖半的生猪肉回家 河南郑州人的囤货方式 那叫一个豪迈 郑州新增14例 市委宣传部发下豪雨 一周要把这一波的病毒切断 我们拭目以待 上海封城一个多月 网友晒出了外滩石板缝隙 都长出草了 还说十里洋场国际城 如今变成了人烟罕至荒草重生 上海官方赶紧拍影片辟谣 外滩没有长草 唯一不同的是 没有了往日的喧嚣 希望上海这波疫情尽快过去 镜头转到北京 这周北京12个区 将再进行三轮核酸检测 中小学幼稚园5月5号起 暂停上课一周 景点的人流限制在50% 部分的地铁出入口封闭 无论休假还是上班日 北京地铁大望路站 都是人潮相当多的地方 不过现在可以看到 站口已经拉下铁门 还贴上了风战告示 北京新增51例 外送和快递等重点人员 要佩戴N95或KN95口罩 也许时间太仓促 价格太贵 目前外送小哥一半以上 都还是佩戴一般的口罩 TVBS新闻朱光宏 林敏珍 北京报道 请支持专门报道 国际新闻的全新YouTube频道 TVBS国际plus 霍大视野掌握趋势 邀请您订阅 并且开启通知小铃铛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